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乔宏的肌肉男形象太过鲜明 以至老是扮演温吞蛮横出现条个性的鲁顿角色 从而得了一个大水牛的昵称 其实乔宏自己一直对电影事业存有理想 却碍于体格傲人而无法突破 积大无脑的印象深植人心 导致他年轻时总饰演蟒撞傻气的壮汉 未有机会展现细腻内敛的演技 直到参与风格粗犷的侠义片《武山行》 饰演一位为抵抗精兵入侵中原 毅然为国除害的出家人 才获得宽广发挥 身处五光十色的影圈 乔宏却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潜心信仰之余 也致力推动艺人之家成立 向深宏紧张忙碌的同行传福音 1990年代 看出影坛的乔宏与妻子投身步道 将全部时间奉献教会 是教友口中信仰坚定的银色传教士 离世前饱受心脏肃及困扰的乔宏 仍坚持拍摄福音电影《奸史之城》 由帅气的雄师到慈祥的乔叔 电影明星到传道人 从骑马潜水到考取飞行驾照 乔宏始终坚持朝自己的目标前行 虽然有时显得不够事快 却是难得的梦想实践者 乔宏原籍《山西临芬》身于上海 家中有四个手足 一兄二姐乔宏为妖帝 父亲乔义生是国民党元老 早年留英学医 曾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抗战初期 居家自上海迁往厦门 之后转赴重庆 抗战胜利后 全家返回上海 乔宏陆续就读重庆广义中学 及上海美同工学 最终于美国学校完成中学教育 1940年代末 赴台担任电台播音员与美军翻译 曾客串演出电影《阿里山风云》 1955年 28岁的乔宏辗转至日本担任推销员 结识在当地经营餐饮业的影星白光 在她的提拔下 与另一名新人丁豪同往香港发展 隔年乔宏正式投身影坛 首作为白光主持的国光公司出品 由白光本人担当女主角的电影《鲜牡丹》 乔宏以英挺的军官角色受到瞩目 之后又为该公司拍摄喜剧片《街财神》 1957年 30岁的乔宏加盟电贸为基本演员 立即受到公司重用 她因身材壮硕而有雄狮铁公子之称 地位仅次 陈厚张扬 多于一线女星 葛兰林翠 叶峰 林黛 游命等配戏 作品包括青春儿女 宫中小姐 长腿姐姐 玉楼三缝 铁壁金刚 六月新娘 快乐天使 游戏人间 好事成双 教我如何不想她 深宫怨 提笑姻缘 乱世儿女等约30部 其中由王天凌指导的动作片《铁壁金刚》 是专门以侨红形象 杜生撰写 为电贸极少数以男性为中心的电影 拍摄国语片之余 由于她通想英日韩语 因此曾受邀参与西片港澳杜伦拍摄 1966年 因电贸改组为国泰后缩减业务 而欲赴加拿大另谋发展 临行前接拍粤语片 意外开启事业第二春 成为各公司竞相邀请的票房明星 1968年 41岁的乔洪重投国泰 主演武侠片《决斗二虎岭》 《燕灵刀》《吉普山行》等 1970年 成为自由演员 改走性格演技派 喜剧演员路线 主演唐书璇指导的黑白文艺片《董夫人》 同其作品上有 《龙争虎斗》 《银春阁风波》 《寒夜青灯》 《天才与白痴》 《一只光棍走天涯》 《枕偷妙探手多多》等 1970年末 乔洪投入小荧幕参与电视剧 第三类房客《老虎甩虚》等 1990年代 年于60 乔洪逐渐淡出荧幕 偶尔返港参与电影 代表作为肖芳芳主演的女人四十 并以此获得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与第一届金子金奖最佳男主角 其余作品有 《龙明》 《花旗少林》 《西片魔玉骑兵》 《偷偷爱你》 《九七加油喜事》等拍戏之外 乔洪也现身宗教 她本身是第五代基督教徒 信仰虔诚 1958年创办基督教团体《艺人之家》 提供艺人同行心理支持 1994年 与妻子小金子移居美国西雅图 致力于传道 乔洪曾于1984、1994、1995年 三度心脏病发 为平日积极锻炼 进行修养健身 因此术后恢复良好 1999年 于西雅图宣教期间 第四度心脏病发去世 享年72岁 以作为传教电影《天使之城》 乔洪一生参与电影超过60部 1960年代是她的事业黄金时期 为武侠动作电影崛起前 华语圈少见的微猛型男星 男人要量八围尺码才够 先从上面量起 我的颈围是17寸半 肩宽22寸 胸围49寸 上臂18寸 电貌的官宣杂志国际电影 不时放送乔洪结实雄伟的身材 被眼见为凭也诉诸实际数字 透过一则乔洪的八围多少的报道 让观众见证她独步影坛的超级体魄 乔洪外形英俊粗广 又从事电影工作 身处花花世界自然给人花花公子的错觉 实际上婚前的乔洪却是绯闻不少 从捕风捉影的葛兰芳华 到真假难辨的张仲文 可谓会声会影沸沸扬扬 直到和一见钟情的小金子步入礼堂 才以行动破解外界怀疑眼光 让不被看好的银色婚姻 携手共度40年 乔洪的妻子小金子本名刘艳平 1950年代中 在香港立的呼声电台担任播音员 期间与来此录制广播话剧的乔洪共事 才与小金子见面两次 乔洪就对朋友说 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太太 同一时间 曾兼差为电影配音的小金子 已见过这位明星乔洪 只是当时对她的印象并不好 直到听见电台同事称赞乔洪 在夜总会见艳舞表演 竟将椅子转过来背对舞台座 才对她改观 小金子回忆自己是突然接受告白 乔洪竟然约我出去 开门见山就说喜欢我 她是个下决心 便没有人可以阻拦她的人 她根本没给我机会拒绝她 小金子虽然屡屡婉拒约会邀请 但还是慢慢被她的表现吸引 渐渐有了深入的交往 有趣的是 认识乔洪前 信仰天主教的小金子一心做修女 更是同事口中的圣母玛利亚 反观乔洪则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两人约会时除了谈情说爱 多数时候都在讨论许多宗教的问题 一天两人不知为何争执 小金子脱口而出 我已愿意用你的方式敬拜神 你还要我怎样 此话一出就蕴含答应结婚的意思 乔洪未免夜长梦多 凌晨12点并急急找牧师证婚 1958年8月31日 两人正式注册结婚 婚后育有两子一女 尽管孩子分居 香港、加拿大、美国三地 见面机会有限 但丝毫不影响一家人的感情 事业方面 乔洪自1957年加入电貌 一直稳占男主角地位 特别在城后转头少时后 他更成为仅次张扬与雷震相提并论的台著明星 然而随着老板录音桃音空难揍事 改组后的国态实行紧缩政策 让想拍好戏的乔洪深感时不我语 兴起宜居美家另寻发展的念头 1966年间 正办理移民手续贤富在家的乔洪 收到拍着粤语片的邀约 他开头不想接受 有人好意劝解 由国语转拍粤语片的人很多 女明星李梅范利 男明星甜心比比皆是 你拍粤语片有何不可 加上对吕肺布小补 便接下粤语片通告 没想到改拍粤语片的他像是中了马票 片约一步接一步 特别在金纽扣白天鹅一类 007世的谍报片大受欢迎 两年间月升 粤语片影坛红星 富旦一提 为什么像乔洪这样的国语片一线影星 对接眼粤语片心存借地 据熟悉当时影坛的人士分析 主要因素有二 首先国语片的制作成本 普遍高于粤语 加上取材剧本 不仅于拍摄手法都比较细腻 花费的时间长 呈现效果较佳 其次国语片片酬高 以乔洪为例 他在1960年代中 与国泰签约的合约为 每部片8000港币 而在粤语片圈 他最高只能拿到一部4000元 不过国语片虽然片酬高 但拍摄时间长达3到4个月 且开拍数量有限 乔洪一年顶多接三部片 收入2万港币出头 反观粤语片不仅需求量大 通常两个星期即可杀青 还可以找空档嘎戏 一年拍十几二十部不成问题 以乔洪为例 全盛时期片酬甚至可累积至5万多港币 是在国泰时期的双倍 说到这儿 我想起一幅国语影星蒋光超 向乐剧大老官梁醒波 出起大拇指称线的漫画 内容写道 国语圈最吃得开的绿叶 蒋光超一年最多不过五六部戏 虽然单部片酬略高于梁醒波 但播出一年可接二三十部电影 收入是蒋光超的数倍 无怪梁醒波能开轿车买洋房生活富裕 让仍需勒紧裤带的蒋光超羡慕不已 真心发出感叹 谁说国语片高 乐语片低 我就愿意拍乐语片 不只我愿意 还希望像我一样的国语片演员 都有这样赚钱的好机会 故事回到在粤语片圈广受欢迎的乔红 他除了拍戏还从事进出口生意 事业顺遂之际 却为好友王兴磊的湖山行 推掉三部片约 放下香港的一切 跑来台湾吃苦 身为当事人的乔红 开怀笑着解释 让我再为艺术傻一次吧 自进入影圈 乔红始终对艺术存有一份理想 他曾尝试将思想意念透过摄影机呈现 结果却是失败 为此他曾暗暗埋怨 为什么艺术不能与票房平衡 更一度对电影艺术产生反感 我已经变得跟一般的作戏演员一样 只是个接通告 等导演的cameraOK就回家的演员了 就在乔红苦无代表作时 湖山行出现了 为了实践理想 乔红做出不合经济效益的决定 索性电影正对戏录 成为乔红的生涯代表作 湖山行总设置时间超过一年 单纯拍摄就用了八个月 是当时少见的状况 乔红虽得到国语电影男演员 有史以来最高片抽七万元 却也付出累过头的代价 尽管他笑称自己 好久没有尝到这份滋味 很有吃苦当吃补的快意 但面对身心疲累与金钱损失 恢复清醒的乔红 强调仅此一次 以后呢 再不傻了 我冒险是因为我要认识我自己 从事电影工作外 乔红爱好所有购刺激的户外活动 赛马 航海 潜水 他都很感兴趣 然而当他尝试翱翔天际的滋味后 便深深为飞行着迷 他认为飞行可以训练胆识与心胸 飞机一离地 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快胃感觉 飞到高空时觉得自己好渺小 尤其像我这样的基督徒 更感到似乎接近了神 为了一元梦想 乔红于1970年加入香港飞行俱乐部 不仅得身体健康全无毛病 还需经过一系列的驾驶课程 通过器官考试 两年后才拿到飞机驾驶执照 不久 乔红又考取夜航及降落伞飞机执照 完成他自幼以来的飞行梦想 只是冒险的另一面就是风险 1978年乔红与友人驾驶小型飞机 因引擎故障失事 所幸两人都保住性命 乔红回忆太太赶到医院 见她第一面时的反应 她看到我的眉毛胡子均烧去一半 头发卷曲 烧伤的眼皮 鼻子和肌肉又涂上不同颜色的药膏 我像小丑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除了飞行意外 乔红还经历过翻船心脏病发等 死里逃生的挑战 洒脱的他总能坦然面对 不过所有的潇洒在1981年 得知妻子离癌的消息时 便彻底瓦解 小金子回忆乔红曾为此泣不成声 乔叔是一个决定坚强的人 从不曾见他灰心过忧愁过 这是第一次 到乔红第三次心脏病发期间 他再次面临生死关头 当时乔红在心中启示 我由衷地感觉自己好对不起太太 若我能不死 我要对你好 之后小金子深刻感受丈夫心性的转变 共度互晾互助的晚年时光 从女人四十吃肥皂的失智老人 空中小姐外冷内热的精英机师 好事成双热衷健身的纯真小职员 六月新娘捧前追女的傻气水手 乔红的荧幕形象不脱离壮硕的大只老 与带点温吞鲁顿的粗线条个性 因此才得了一个好听的雄狮 与不那么好听的大水牛封号 虽然拥有傲人体魄 却也受激大无脑刻板印象困扰 只能演傻顿莽撞的老实人 精明灵巧冤博书生这类角色永远与她绝缘 索性在乔红不断地坚持与努力下 才得挣脱外形的限制 褪变成受业界肯定的演技派明星 阅读乔红的一生 向往影圈的人可以得到启示 信仰宗教的人可以获得感动 相信爱情的人可以看见印证 当然她也非无可挑剔 也有固执争议其爱冒险大男人主义 一类许多人都有的情绪 但这些都不影响她 对基督教的坚真 对妻子的深情 乔红一向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红透半边天时 仍保有心中的定见与理想 抱持贯彻到底的勇气 一如去世后 较有制作的怀念影片片名 乔红却是为拥有 峡谷红情的真我男人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